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著名下饭神剧《孤独的美食家》第九季第六集 这天武郎来到了丰岛区南长崎 他今天要去拜访一家软件开发公司 这种高科技公司他有点不好意思去 毕竟他用的手机还是非智能机呢 这就好像穿着树叶去拜访服装厂一样 总感觉有点赤裸裸 坐在会客室里,武郎看着负责人在讲电话 日文里掺杂着英文 就好像人语中时不时夹杂着一两声犬飞 有种不穿神遛狗的感觉 终于负责人通话完毕 过来跟武郎沟通 上来就用日营杂交语 问武郎的公司是不是也定KGI 武郎说定的 又问KPI定吗 武郎说也定的 不定我晚上睡不着觉 负责人连声喊哭 武郎心说哭个蛋呢 这俩玩意儿是啥我都不知道 武郎拿出了新办公室的设计图 对方又用杂交语说 其实我们线上沟通就行 还说这三种方案都很棒 说如果用C方案的费用 做出A方案的品位来就好了 武郎忙说他回去修改 后天差不多能改好 然后忙不迭的收拾东西逃离 他实在受不了杂交语了 但他走半截突然回头 对负责人说 要不下次我们线上沟通吧 武郎叔终于现代了一把 武郎感叹 工作方式和生活模式都变了 但他坚持认为 多一份便利就会多一份不变 这个一定是守恒的 他觉得那个负责人人倒是不坏 但跟他说话脑袋瓜子嗡嗡的 特费脑子 结果武郎的脑子消耗过大 所以他顿时就饿了 必须赶紧吃饭 立刻马上 然后他就又心急火燎的 到处找吃的 他想找个没有杂交的老派正经食物 他穿过一条条街道 最后拐过一个弯 看到了一家饭馆 就见灯箱上写着 隔烹和套餐 他觉得这家店很正经 他还是喜欢这种传统老店 所以就高高兴兴的走进店去 店员热情招呼他坐下 给他递上十毛巾 旁边客人点了拉面和半份咖喱 还有午餐透餐 又进来两位客人 要了午餐透餐和炸物拼盘 看来午餐透餐是人气之选 五郎抬头寻找 发现今天的午餐透餐是 培根煎蛋 待炙烤煎鱼刺身 只要700日元 实惠又朴素 他打开菜单 密密麻麻的菜品映入眼帘 眼睛小一点都装不下 里面有大蒜烤肉 各种鱼类 炸肉饼咖喱等等 正看着旁边客人点的午餐透餐 上桌了 五郎习惯性的偷瞄 那质地 那颜色 那纹理 真是不错 他赶紧翻到套餐那一页 惊人数量的套餐组合 给了他一记重击 对选择困难症患者很不友好 此时后面客人点的拉面 和半份咖喱上桌了 又给了五郎一记鞭策 他赶紧认真选择 不是智能的而是手摇的 于是他赶在脑汁绞尽之前 喊来了伙计 点了酱油茄子炒肉片 和炸鸡块双拼套餐 但伙计不好意思的说 这个没有 五郎遭重击 问可不可以点一份 酱油茄子炒肉片套餐 和一份炸鸡块 店伙计说 午餐时间不提供单点 五郎足 但伙计看看周围说 不过现在点没问题的 五郎碎活 五郎叔点个菜 点得死去活来的 旁边的胖妹举手干脆的说 来一份微辣猪肉套餐 和一块炸竹甲鱼排 五郎很佩服胖妹会点菜 他站起身来看菜单 有龙屉乔麦面 中华凉面拼金枪鱼盖饭 五郎看一行 咽一口口水 他赶紧接了杯水 补充了一下 此时旁边桌的炸物拼盘上桌了 这个炸鱼炸虾 比五郎的脸还大 俩小伙吃的可带劲了 而五郎的酱油茄子炒肉片 正在锅里加工 肉片可真多 很快伙计就给五郎端了上去 酱油茄子炒肉片和炸鸡块 都非常诱人 茄子油汪汪 肉片量很大 五郎由衷赞叹 赶紧加起茄子和肉片 送进嘴里简阅 一嚼直下鲜嫩多汁 肉香和茄子的清香 汇聚一处 效果惊人 五郎被征服了 他将茄子和肉片 不停往嘴里送 酱油的酱香提升了口感 真是绝妙 再来两口米饭搭配一下 五郎立刻成了最幸福的人 不玩虚的歪的 朴实无华的传统口感 这正是五郎最喜欢的调调 他将嫩肉片 香茄子和白米饭 油条不稳的送进嘴里 吃得怡然自得 再端起那碗汤来 捡起里面的蛤蜊 一个个往嘴里吸肉 蛤蜊肉太鲜了 再喝两口鲜美浓汤 浑身就跟上了润滑油一样 顺滑又舒畅 然后他就盯上了 那个香喷喷的炸鸡块 金黄焦脆 像一颗颗坠入凡间的金黄陨石 蕴含着无限香浓 他夹起一块热乎乎的炸鸡块 送进嘴里 咔嚓就是一口 厉齿穿透脆壳 穿透嫩肉 油香肉香 立刻从刺破处 宣泄开来 肆意泛滥 源源不断 反映在五郎脸上 就是皱蚊含春 眼角含笑 美得直冒泡 接下来 他将柠檬汁挤在炸鸡块上 夹起来两口一块 味道多了一丝清爽 再吃两口心爱的白米饭 简直爽上天了 给几个女朋友都不换 五郎在肉片炒茄子和炸鸡块间 反复横跳 鱼露均沾 还将炸鸡块占了美乃滋吃 香香甜甜 不油腻 像极了初恋的味道 大师傅黑油油的炒勺里 香飘四溢 吃辣作响 成了五郎下饭的伴奏 此时又有两位女顾客进来 要了午餐套餐 和土豆炖肉 还有金枪鱼刺身 五郎感觉 餐饮人在特殊时期 要做的事情更多 真是辛苦了 作为资深吃货 他深深表示了感谢 吃完饭卸厨子 将五郎一生辉的吃货本色 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郎夹起一块炸鸡块 两口送进嘴里 再把酱油茄子炒肉片送进嘴里 觉得这家店的样貌和味道 都是如此熟悉 就像老朋友一样 让人安心 他将最后一块鸡块淋上酱汁 这样吃起来浓郁感增加 很得五郎的欢心 他将米饭也一股脑送进嘴里后 再将蛤蜊一个个吸干净肉 把汤也一口喝掉 然后吃掉最后一片小咸菜 最后端起水杯 一饮而尽 他双手合十 说了声 老板再给我来一份中华凉面 我去 您这点个菜 咋还带剧情反转的呢 这碗中华凉面 花花绿绿 还挺好看的 食材种类很多 五郎赶紧搅拌一番 然后从中揪出一堵路凉面 不有分说 吸进嘴里 口感相当筋道 麦香也很清晰 他一口一口吃着 每一口都有新鲜感 他还跟老板要了醋浇在上面 然后就着醋劲 开启了风卷残云 云淡风轻 清风乍起模式 将凉面一口口的送进嘴里 火腿和叉手肉 口感踏实 西红柿黄瓜丝 口感清爽 而鸡蛋丝 则是中华凉面里 特殊的快乐 五郎叔吃的不亦乐乎 这顿饭 面条和米饭的双碳加持 让五郎这个碳鸡生物如鱼得水 碳鸡生物 就是要吃碳水才快乐 中华凉面吃完后 五郎才满意的说了声 多谢款待 这顿饭总算圆满了 走出店来 五郎神清气爽 疲惫顿销 走了两步 他发现已经走到 东长崎车站附近了 于是他决定去之前 吃生姜鸡蛋盖饭的食堂看看 就是第一季里的 那家大众食堂 十年过去了 五郎甚是想念 哪知走到跟前 发现那家店已经不开了 他正遗憾时 有位女士过来 问他是不是在找 观泽食堂 说那家店很久以前就关了 店主回了老家 辞城县陆岛市 现在一家三口 在老家经营食堂呢 还说观泽食堂 以前并不是开在这里 而是开在另一边 五郎有点尴尬 哭半天 哭错坟了 但他很欣慰 这家食堂的味道 在店主老家 能继续延续下去 之后 原著漫画作者九著叔 也来这里探店 他看到跟蚂蚁搬家一样 密密麻麻的菜单 根本选不出吃什么 拉面 培根煎蛋 和煎鱼刺身 泡菜炒猪肉 他都想吃 而最后 他点了最爱的拉面 和半份金枪鱼盖饭 很快 拉面和金枪鱼盖饭 就上桌了 这两样看上去都很不错 九著叔感叹 好久没吃过这种老式拉面了 他激动的赶紧开吃 果然就是那个老味 传统工艺 匠心制作 两片叉烧肉又大又厚 咬一口 真是喷喷的香 九著叔感叹 现在的拉面店 已经很难吃到这种老式拉面了 而那半份金枪鱼盖饭里的鱼肉 也太多了吧 比米饭还多 金枪鱼中腹又厚又嫩 口感十足 越嚼越鲜美 九著叔吃得很开心 本集中 老店难寻 老味难找 坚持被时间消磨 传统被岁月干掉 一种美食的消失 可能不是不够好 只是很多人都爱花里胡哨 当噱头大过味道本身 猪食驱逐美食 就像劣币驱逐粮币一样 悄悄来到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咕嘴白 下次见 有猴